桃园机场清洁工与防疫计程车司机确诊新冠病毒疫情扩大 5号又新增一名清洁工感染 针对机场群聚感染 桃园市4号起已经展开大规模的社区筛检 台湾市卫生局呼吁有症状的民众还是要到医院裁检 没症状但与确诊者足迹重叠 可就近到社区筛检站裁检 希望以时间框住可能的确诊者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认为 这起群聚事件应该还有2到3个潜藏的确诊黑数还没被找出来 不过他也说确诊黑数应该不会太多 否则疫情早就大规模爆发开来 黄立明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完成疫调与病毒基因定序 务必尽速厘清感染源 现在最危险的是社区 疫情可能已经传出去了 台湾市设立筛检站是正确的决定 这波疫情可能还得再观察一到两周 以判断疫情扩散的状况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